战车驶入炮火猛攻 以色列国防军发动地面突击 在短短一天内就占领拉法关卡 巴勒斯坦一侧的边境关口 以色列军人还在当地升起旗帜 造成至少十万人需要紧急撤离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扬言 除非哈马斯释放被囚禁的人质 不然以色列会继续进攻 还指出哈马斯提出的最新停火协议 远远没有达到乙国基本要求 哈马斯的提案是远离以色列的呼吸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紧急致电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重申反对以色列进攻拉法 但拉法过境点仍遭到空袭 以色列军方也没有透露 将控制加萨过境点多久的时间 传出拜登政府将扣押部分 由波音制造运往以色列的武器 当中包括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及小直径炸弹 尽管事态发展与美方预期不同 目前身为停火角色的埃及 也反对以色列入侵拉法 坚决表示将继续努力调解双方停火 劝和止战 尤其拉法市是扣近埃及边境的城镇 环宇新闻吴光辰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